统计发现高达5乘5的上班族有便秘的情况 哇 便秘真的是多数人的困扰呢 老师 请教可以怎么样判断自己是否便秘呢 有几个简单的判断方式 只要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以下几个症状 就有可能是便秘了 第一个是一周的排便次数少了三次 第二个 则是上完大号之后呢 还会有分便排不干净的感觉 第三 则是排出来的分便 较以往来的干溢而且分离 最后则是有排便不顺 甚至有困难的状况 老师 那如果长期便秘的话 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人体有六成的免疫细胞都在我们肠道 所以如果想要身体健康的话呢 肠道的健康是非常需要重视的部分 而且如果持续便秘的话 也会影响我们的皮肤 比较容易会有水肿的问题 今天要带大家做运动 要想大家把专注力放在我们核心里 也就是丹田的位置 藉由丹田的转动搭配护湿呼吸 这样就可以按摩到我们肠道了 出镜才会有话 通常呢 我会在睡前做练习 这样隔天早上起来喝完水 就会有想上厕所的感觉咯 哇 太棒了 那我们赶快请老师来示范一下咯 双脚打开采吻 臀部往内收紧五秒 再放松五秒 重复做十下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顿部用力夹紧 一 八 八 九 十 十 做腹式呼吸 吐气的时候 搭配手掌按摩 先逆时针进行 再换到顺时针 一开始我们先做几个 基本的腹式呼吸 深吸一口气 然后慢慢的吐气 把气吐到最底 接着我们搭配手掌 按摩我们的肠道 以肚脐为中心点 先用逆时针的方式 逆着我们的肠道进行按摩 一样吸气 吐气吐到最底的时候 再搭配手掌按摩 透过腹式呼吸 可以更加强我们肠胃的蠕动 最后再以顺时针的方式 顺着我们的肠道进行按摩 让我们加强肠胃的蠕动 睡前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最适合进行这一个运动 记得一定要搭配腹式呼吸 好 今天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两个动作 那它除了就是运动之外 我们平常呢也要记得搭配要多喝水 然后要多吃蔬菜 再来呢就是有正常规律的作息 这样子的话长期下来一定可以有效帮助我们改善肠道的健康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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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